大一哥朱之文的热度这些年来可以说是只增不减 无数人都在关注着大一哥的动态 去年大一哥儿子朱小伟结婚 更是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围观 对于儿媳妇陈亚南 网友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认为长相美艳的陈亚南嫁给普普通通的朱小伟 是为了钱面对网友的讨论和质疑 陈亚南却坚决否认 直言是惊人介绍才与朱小伟走到一起的 两人是因为爱情才选择的结婚 陈亚南的家境并不算差 是镇上的富裕人家 自己也是一名护士 有着稳定的工作 然而朱之文的故事早就红遍了全国 如今虽然鲜少露面 热度却只增不减 嫁给朱小伟的陈亚南 也因此收到了大批网友的关注 热度越来越高 也正是因为收获了热度 陈亚南也变了 结婚后辞去了护士的工作 借着热度开始了直播 一开始陈亚南还只是直播与家人的日常 带着丈夫朱小伟和公公朱之文一起出镜 然而后面陈亚南的热度越来越高 也开始了直播带货 并且还开了自己的公司 立了一个女强人的人设 很快陈亚南成了主角 不善言辞的朱小伟反倒被大家遗忘了 5月15日的直播 陈亚南邀请了一位男性好友一起直播 两人合作得十分默契 而丈夫朱小伟就像是被踢出局了一般 坐在了两人的背后 沦为了背景板 在这之前 不少网友都称陈亚南看中的朱之文的钱和名气 而如今陈亚南直播越做越好 朱之文却饱受争议 之前为了发展农村市场 大一哥投资建设了朱之文大舞台 然而最终经营不善倒闭了 反观儿媳妇陈亚南 名气热度越来越高 阴影有超过朱之文的势头 一场直播下来 陈亚南赚的是盆满钵满 公司的大权也掌握在陈亚南的手里 尽管每一次的直播 丈夫朱小伟都会出现 陪着陈亚南一起 但看得出来 朱小伟并不喜欢镜头 对直播也是兴趣缺缺 很少说话 有的时候还会直播打瞌睡 说起来 朱小伟从小就十分的叛逆 不爱学习 更是在父亲朱之文走红之后 辍学在家 混吃混喝了几年 又当起了朱之文的专职司机 朱小伟并没有成为多大的成就 相反 他一直依赖家里依赖父亲 结婚的时候 朱之文就给了陈亚南百万彩礼 再加上一辆奔驰车 以及市区的一套上百万的房子 后来陈亚南要开公司 朱之文为了支持儿媳的事业 直接砸了三百万 多年公司的董事长 并不是朱小伟 而是陈亚南 或许朱之文也清楚地知道 儿子朱小伟没有这个能力 看得出来 朱之文非常认可陈亚南这个儿媳 或许他也希望陈亚南能够拉儿子一把 但陈亚南现如今 事业做得越来越大 这钱赚的也越来越多 可当拥有一定名气 以及金钱的时候 陈亚南会做出什么选择 这个答案或许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再加上因为朱小伟没到法定年龄 两人只是办了酒席 并没有领结婚证 未来的事情谁也不清楚 也不能笃定两人会走到最后 以至于有不少网友猜测 朱小伟是被利用了 更是害怕朱小伟会成为下一个王宝强 在公司里 朱小伟没有什么话语权 在家里的朱小伟也不爱多说什么 从镜头里可以看出来 每次去见长辈都是陈亚南侃侃而谈 朱小伟却沉默不履 有人说是因为朱小伟本身不善言辞 也有人说是陈亚南太过强势 然而在陈亚南最近发布的动态中 几乎看不到朱小伟的身影 要知道 在这之前 两人可是经常同旷秀恩爱的 除此之外 陈亚南开始带自己的父母出镜 入住平台收获了好几万的粉丝 陈亚南的野心完全暴露 更是成了家里的画室人 让人不由得好奇 陈亚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如今大一哥的口碑逐渐下降 关于大一哥朱之文的消息也少了很多 唯有儿媳陈亚南的人气直线上升 每次直播的粉丝都超过了百万 一场直播下来的收入 都快超过了大一哥朱之文的演出费 对此 这使用这种影响 两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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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快超过了百万 一家 和一家